要是敢在我面前撤乃雾 当心啊 耽误了黄军的大事 全都抓到协军队里去 撤书 听到了 听到了 大点声啊 听到了 阿元 这么久没看见你 你去哪里了 这什么意思 你穿着这身狗皮 可真是神气得很呢 好 我这不也是身不由己吗 你别以为我不晓得 我都亲眼看见了 是你带着那个小丘 去抓三叔的 害得人家断了一只手 不说 还被鬼子抓进牢里 我问你 什么叫神不由己 阿元 我们那些事情 人家太军查得 已经很清楚了 如果我不去抓三老爷 我们全家都得死 你真把我当傻子 你哪里是想抓三叔 你是想抓我 抓我爹 还有余大哥 阿元 好 我们今天就把话讲清楚 没错 我是想抓于显阳 如果不是于显阳的话 你和你爹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吴润官 你好糊涂 小鬼子杀了我们这么多中国人 远的不说 我娘 路透弹都死在鬼子手里 于大哥帮我们报仇 替我们出气 你竟然还想抓他 你的良心去哪里了 阿元 你在这里和我一口一个鱼大哥的 你倒是挺向着他的 没错 我就是向着他 不光我 你在苏州城里打听打听 谁不向着杀鬼子的一支枚 总之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做半点对不起于大哥的事 小心你们老吴家的祖坟 被人跑了 二鬼子 三二鬼子 阿元 其实说实话 我抓于显阳 我不想拿他怎么样 我心里也不好受 我不想看他和你走得这么近 如果不是于显阳 你和你爹 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我们俩早就成亲了 你想过吗 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 田姑娘 田姑娘 快走 有个二鬼子往这边来了 别怕 可能是阿宝 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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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怎么了怎么干嘛 叫回那 快回去吧 出事了 怎么了 任官 赶快回去吧 你爹他 中枪了 中枪 打哪里了 严重吗 打到头了 送 送 送过来的时候 已经未救了 谁 谁干的 听说是一直没杀的 于显阳 于显阳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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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胡说八道 于大哥和任官他爹 无冤无仇 怎么会杀他呢 阿宝 你跟我讲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是听回来的人说的 一支梅 在老六团机场打伏击 分开打 打片了 于大哥一向枪法很好 不会打片的 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着他 任官 你听我说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任官 你 你 去告诉我爹 说我去城里办点事 让他不用担心 钱姑娘 那你一定要小心 小的 几十年的老矫情啊 说着就走了 罢了 罢了 哪个让他领老了 孤土软 做了日本人的狗腿子的 这叫天作念尚可数 自作念不可活呀 大先生 戒癌顺便 各位 此次扶门机场行动失利 说明日本人 已经对我们有所戒备 接下来的形式 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 所以 根据上封的指令 我宣布 此次行动 此次行动取消 行动小组就即解散 什么 解散 我们这个小组还没有热身呢 就要解散了 立刻解散 老大 这次要解散了 这是卖家利银行的支票 三千块 不要嫌上 孙长官 老大 老大 这次寸功未利 这哪有光拿钱 不干活的道理呀 拿着 保重你的身体 杀敌报过 孙长官 我怎么听你的话 觉得有点苗头不对呀 这件事都怪我 是我答应了 我听娘的怎么就没够看清楚呢 还两成功力 全让我给搞砸了 不怪你 责任在我 尤老弟 我给你的长官写了一封信 带上 封信 都是好话 没说别的 你是要放我回部队 老弟啊 之前你不是说 当兵的不杀鬼子 枉活人士吗 那你就回去多杀几个 让小鬼子血债血还 听我一句话 你在战场上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人才 把自己的品性再修炼修炼 将来给我当个将军 孙长官 话我记住了 但我不走 打仗哪能没有输赢了 这回输了 我们下回应该大的 就这么夹着尾巴走了 太怂 这也不是我余显阳能干得出来的事 就是嘛 常言道 有赌未为输啊 再说了 我们本钱还在 大不了 跟鬼子们拼了 贾老道 终于听见你说一句真话 我们就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 谁把谁啊 你们两个听我一句话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拆受 大先生 阿渊来了 非要见你不可 他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碰见日本人怎么办 真是的 人呢 这边 长官 我去看看 去吧 阿渊 师父 余大哥 你不好好在寒山市陪着你爹 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你还嫌这里不够乱吗 不是啊师父 恐怕你还不晓得吧 吴师伯 成人开枪给打死了 还有人说是余大哥干的 你在寒山市待着 这刚出的事你怎么知道的 是阿宝告诉我的 余大哥 这件事不是你干的对吧 这事还真是我干的 我刚才忘了问你 你枪法这么好 怎么会打错人呢 肯定是小球让吴会长跟目标换了衣服 三百米开外 我连脸都看不见 我只能照着衣服开枪啊 这么讲 那一定是小球故意让丙蓉做了替死鬼 余大哥 这件事情可怨不得你 是那个小球太没有人性了 不行 我得找润官去 你找他干什么 余大哥 这件事情不能忍气吞声 必须把话说清楚了 小鬼子杀死了吴师伯 凭什么让你背黑锅 他说的对 应该让润官知道 到底是谁杀害了他父亲 可现在外面正乱套呢 你一个人跑来跑去我可不放心 走我陪你去 那怎么行呢 万一润官不听劝 难为你怎么办 麻烦是我惹的 老道 早晚都得解决 再说你们两家是世交 这件事只有我出面才能说清楚 你是不晓得他现在当了个什么队长 手底下有好几十个人呢 我怕他们不放过你 还有我呢 正好 老道闲着也是闲着 就陪着你们小两口走一趟 老道 你胡说些什么 老道 你这张嘴真应该好好管管 拉倒吧 你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 再讲了 你连枪都没有一条 就敢学人家当保镖啊 看见没有 这年头还得靠这家伙 有了这份底气 刀山火海 阿拉也敢去把下把下 关键时刻 还得假老道啊 天 怎么说这就走了 你留下一大家子 我又怎么搞 文官 看开店吧 看开店 舅子 我队长 节哀顺便吧 不行 我要给我爹报仇 我要给我爹报仇 报告队长 前桂家来了 还愣着干什么 把人给我请进来 可是 他还带了两个人过来 谁啊 一个自称是什么老道 还有一个 他说他是 于显阳 于显阳 来得正好啊 队长 子巴他死 来者不散 散者不来啊 兄弟们 凑家 你 臭傻 欠阳老弟 这吴家够气派的 你看看这门面 人家瑞太祥 是老子好 在大清的时候 人家就是这个 那又怎么样 这鬼子一来 别说瑞太祥了 整个苏州城 都让他们祸害了 前姑娘 吴队长请你们进去 吴队长 这是什么关 那是皇军任命的 苏州治安队队长 呸 还皇军任命 真是的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啊 等一下见到他 压着点火 走 站住 早死也不敲日子 润官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人在这里 七八条江顶着我 跑不了 薛玉丹 你少来这趟 我爹不可能 就这么白死 讲 为什么要杀我爹 你讲啊 军官 别冲动 天狱大哥给你解释 文官 我没别的意思 我是让你看看 你爹的衣服 是不是这身 我在机场对岸 拿着望眼镜 看得清清楚楚 你爹进去的时候 穿的是深色的长袍马褂 可再从飞机上下来 就换上了这身衣服 什么意思 是小鬼子换了你爹的衣服 你知道吗 你给我闭嘴 就是他还是我爹的 说日本人 跟我爹换了衣服 你有证据吗 你把谁看见了 是小鬼子 是小鬼子 你别冲动 我告诉你 于沈阳 沙夫是从不供待见 胡大三 亏你们家还是做大买卖的 我给你打个比方 比如讲我去你们瑞太祥 进货 钱也给了货也验了 可是半路出来一个租狗不如的东阳 则捞掉了包 我们钱亏了货也没了 你一讲这笔账 是算在你们卖货的头上 还是我们买货的头上 老道 话说到这个份上 再往下说就没意思了 吴仁官 谁是杀你爹的凶手 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你要非把这个屎盆子 扣在我于显阳的脑袋上 那是你的事 我还得和你说清楚了 刚才的那个功 是我给大先生和阿元的面子 你们父子俩给小鬼子当差 终归不会有好下场 我也劝你 能当人 就别去当这个狗 话说清楚了 我们走 再走 仁官 你又怎么了 你们两个可以走 阿元你要留下 我爹死了 按照老规矩 你得给我爹守灵 凭什么 就凭你是我未婚妻 是我们吴家的媳妇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们吴家的人了 我从来就没有答应过你 你是没答应 可是你爹和我爹答应了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大先生可以作证 其满员 不要以为我爹死了 你就可以反悔了 请要走 的 小大介路太君 我爹死了 你爹死了 我爹死了 我爹死了 在 在里面 我这就找人来办退婚手续 从今往后 咱俩一刀两断 岳大哥 我们走 无人官 你以为你这七八条枪 能拦得住我吗 我既然来了 队长 就能走 小秋科长来了 于显阳 我这几条枪挡不住你 小秋科长来了 还挡不住你吗 于大哥 我留下 你们走 不行 既然一起来了 那就一起走 大不了让他陪着 于大哥 小秋认识我 他知道我是无人官的未婚妻 所以我在这里不会有危险 你快走吧 于老弟 田姑娘讲得对 要是三个人一起走 说不定把田姑娘也打扫 要么你们两个走 要么谁都别想走 无人官 我们俩之间的事是男人之间的事 阿元要是少了一根寒毛 下一个躺在这里的就是你 太军 您在里面操作 我去给您叫人去 不用了 我们是来拜计武汇等的 刚才的事情 谁都不能讲出去 谁要是看脚出去 一巴掌打上去 谁要是看脚出去 一巴掌打上去 走吧 田姑娘不会有事的 走吧 走走走 黑黑黑黑黑黑黑 客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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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父亲被接人所害 希望客奖 客奖 能把我保重 您放心 刘泽是皇军的朋友 他的仇人自然也是皇军的仇人 谢谢客长 吴队长 还有一件事 我要问问你 你的那位未婚妻 知不知道 于想阳在哪里 她不知道 绝对不知道 客长阁下 你放心 我这位未婚妻 她经常惹死 但是这一次 我一定会严加看管 绝对不会有这么差错 你是应该严加看管 是 本来 她和你的那位岳障 死同凶手 跟皇军作对 我是应该请她回宪兵队的 但是 因为是你的未婚妻 也算是皇军的家眷 所以 我今天就放她一马 谢谢客长阁下 不客 以后她如果 再惹是生非的话 我就为你试问 明白 绝对不会 还有 你想不想知道 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 就是那个 于显阳 于显阳 可曾客下 你一定要为我做错 你放心 我刚才已经说了 是你的仇人 也是我小秋的仇人 尹拉迪啊 看你那点粗心 跟丢了魂似的 我怎么就这么不放心 你要去做什么呀 你现在回去叫添乱 叫越帮越忙小的吧 我们现在回去啊 打完了 解析了吧 跟鬼子拼了吧 可子弹她不挡眼睛啊 万一伤了阿元姑娘怎么办 再说了 你死不要紧 我死不要紧 你有没有替阿元姑娘考虑过 有这个吴大少爷在 你觉得日本人 会把阿元姑娘怎么样吗 不会呀 这也就是目前唯一的办法了 吴会者 你为皇军效力 尽忠之手 现如今人随远去 但终魂有存 吴队长 跟我说一说 寒沉寺那边进展如何 一切顺利 好 干什么呢 吴大爹 这马上就要晒火了 这么着急回去做什么呀 我这口袋里可没剪啊 我剪啊 你也真是难为人家前姑娘了 怎么看上你这么个穷小子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情喝酒啊 我请客 我请客 走走 老板 有没有横金烧白 来两斤 不 要四斤 干什么 四斤 你也不怕喝死你 我喝不完 你也不怕带回去给钱师傅 好好好 四斤 四斤 我接 拿酒 来了 还有没有什么下酒的菜 有啊 小店带售鹿稿件的酱蹄子 造园章的野鸭子 马永哉的油鸡子 你要哪样 那就油鸡子 不 每样两斤 每样两斤 好嘞 于显阳 你要不要脸啊 不是你讲要请客的吗 我这是给你面子啊 老板 打包装好了 行的了 你手脚挺快啊 下雨啊 来 帮我走 累 去哪里啊 老板这边 这是什么坡地方呀 你做什么 这不是那位钱师傅吗 原来你跑人家家里来了 于老爹 你可真是可以啊 前脚把人家闺女给偷了 后脚又把人家家里给占了 小老刀 小老刀 你这张嘴啊 真应该放到靖元法师 那个香炉里好好熏一熏 曾老爹啊 我这就动身了 明天中午就能把人家带回来 走之前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 我一直担心火力不够 你能不能给我多带几个手雷回来 你想什么呢 这木坝手榴弹 我能给你凑几个就不错了 你可别跟我装球啊 你好歹是一个支队 你是饱汉子不知恶汉子机 有机枪吗 一定要戴上 你还真说对了 机枪我还真有 不过在修枪锁呢 修没修好我就不知道了 那你们到底有什么装备啊 中正式 海洋造 最多的就是大刀骗子 太仓促了 真是太仓促了 不然我可以从上海 调一批装备过来 你可别小看我们这个大刀骗子 关键的时候肉搏战 全靠它了 好用着呢 长官 我跟你说 两位长官 器材我都检查过了 配件一样不少 还愣着干什么 马上出发 小心点 现在没我的 早训早回 你就放心吧 大刀 我问你件事行吗 讲 你真的没娶过老婆呀 无量天尊 我们出家人不谈这个 和你说正解的呢 看着我干什么 我是看你这副花痴的嘴脸还字不字的好 要我说 岳老弟 你呢 也别回什么部队了 干脆跟老道一起去上海 按了两个斗 长枪加短炮 看看谁还敢跟我们比苗头 等他混出个什么名堂来 把你的老小往上海滩那么一剑 死里洋藏高得仰王的那叫爽 少给我花大饼 我余显阳就是个穷当兵的 自己有多大本事我自己知道 你老道有本事 在上海滩混啊 跑到苏州来干什么呀 余老弟 做人要厚刀 骂人别接短 再说老道这番话也都是为了你好 你看人家前姑娘为了救你 不惜把自己押在吴家做人质 我先不讲人家前姑娘长得像花一样 救出人家这份仗义 你舍得吗 舍不得 干嘛好嘞 我刚到苏州的时候 我就像个鬼一样 藏在那片废墟里 也不觉得冷 也不觉得饿 因为我知道 我是来报仇的 有一天去打鬼子 不小心挨了一下 就一个人 在那条黑咕隆咚的大街上到处乱撞 撞得我精疲力尽 撞得我 以为这条小命就到此为止了 后来你猜怎么样 这还用猜嘛 要么就是英雄救美女 要么就是美女救英雄 戏文里都是这么藏的 可惜呀 老倒霉这个运气 从来没有遇到过 我命好 我撞见了 我撞见了钱姑娘 我到现在为止 都觉得跟做梦似的 因为只有梦里 才能见到那么好看 那么善良的姑娘 我现在也明白了 咱当兵打仗 不光是为了死去的人 更是为了活着的人 为了活着的人 所以我舍不得 正因为舍不得 我才要跟小鬼子拼命 我得把他们改出中国去 把这帮土匪王八蛋 改出中国去 这样阿元他们才能过上好日子 老头 你说我说的对吗 对 来 来 老弟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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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儿话同你讲 是吗 你不要 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阿元 我问你 你和那个姓渝的什么关系 什么什么关系 你给我说老实话 你们是不是好上来 仁官 这样的话你以后不要再说了 一来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你 二来我们不合适 谁合适 那个姓渝的吗 他害死了多少人 对你也合适吗 你傻 至少我跟他在一起 觉得心里特别踏实 天塌下来有人帮我顶着 吃再大的苦有人帮我扛着 别说了 阿元 我告诉你 有我在 你休想 你讲什么 我讲有我在 你休想 今天日本人同我讲了 我要看住你 你要是跑了 我也要跟着一起倒霉 仁官 起初我以为你的确是身不由己 可是没想到 你是心甘情愿替鬼子卖命 你想什么我都无所谓 重要的是你必须留在这里 告诉你 阿元 从今天开始 哪里都闭上去 老老实实在这给我呆子 苑官 你放我出去 苑官 你放我出去 苑官 苑官 哦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宇拉丁 醒醒 醒醒 喝多了吧 活该 四斤多酒你喝了一半多 真把老道的钞票不当钱 坏了 老道 我这头疼的毛病又翻了 那要不要马上找个旅馆让你好好睡一觉 不行 咱们得赶紧回海山寺去 得跟钱师傅打个招呼 好吧 那那快走吧 时间不早了 来来来走 来 来 来 走 走 出什么事了 日本人把路给疯了 听说是一个什么王爷要来 王爷 去看看 你这头 不疼了 尊敬的秦王殿下 我们又在苏州城见面了 说真的 宋敬君 这苏州比起南京来 那可是差远了 虽然如此 我还是为您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入城仪式 仪式 我们全且就把这里当做南京的中山门吧 哦 敬礼 小小子们在搞什么呢 他们在搞物事 这把我们八蛋 在南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 还在这里嫌没房 老弟 别恼火 杠颜盐道 缺了腿的蛤蟆跳不了头 我都高了 老弟 你怎么了 你不要吓我 老大 我不行了 快带我去亚旦桥 好好好 我带你去亚旦桥 撑住 撑住老弟 同志们 刚才我都已经说清楚了 我们组建的是赶死队 我就不挨个点名了 大家自愿参加 准备出发 沉飞的雨香 流淌着年燕花 谁看见云海 盛开出土花 每一个细节 燃亮了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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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声无声无息点燃 守着一路的家园 你身后的寒山 如今依然夜半穿 那颗针的风墙 在岁月里 安静无眠 一阵星辰 孤独在天涯 孤独在天涯 沉飞 纷飞的雨香 流淌着年燕花 我回忆时遥远 我回忆时遥远 他生命如花 无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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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声无息点燃 守着一路的家园 你身后的寒山 如今一阵人夜半穿 那棵枕带风墙 在岁月里 你安静無眠